嗨 皆さん コンにチョイノウェです 欢迎来到 景山老师的日语小教室 那今天也是 我跟大家介绍 就是台湾人常讲座的一些日语 那我先讲五个 大家先想一下 第一个 老师 我有问题 怎么说呢? 还有 你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啊 怎么说呢? 还有 他很瘦 怎么说? 还有 好开心 收到礼物的时候 好开心哦 怎么说呢? 还有 最后 雨停了 怎么说? 这些都看起来很简单 是常常 但常常会讲座哦 那 从第一个 开始看一下 第一个 老师 我有问题 他的答案 先生 質問があります 先生 質問があります 不可以说 先生 問題があります 所以 質問跟 問題是不一样哦 好 質問是 相当于中文的疑问 所以 我有疑问 我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说 質問があります 那 問題是 相当于中文的题目 或者就是 社会问题等等 所以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一下 那 接下来 你有没有女朋友 然后 没有啊 这个 没有啊 怎么说呢? 那 前面 有没有女朋友? 彼女いる? 这个 应该没问题 那 没有 这个时候要说 好 这个地方 很重要 所以 我稍微整理一下 中文的就是 没有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 有没有这个东西 或者 有没有经验的时候 可以回答说 ない 像 比如说 お金ある? 你有钱吗? 没有 日文是 ない ない哟 可以 或者 日本へ行ったことある? 你有去过日本吗? ない哟 可以 但是 你有没有做 这个行为 这个时候回答不一样 比如说 宿題した? 你有做功课吗? 然后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要说 してない してないよ 不可以说 ない 还有一个 有没有人 或者 有没有动物的时候 也是 不能说 ない 应该要说 いない 好 这个回答没有的时候 因为跟中文不一样 所以 特别注意一下 好 第八个 好 她很瘦 怎么说呢? 嗯 答案 彼女は痩せています 彼女は痩せています 那 变瘦的动词是 痩せます 但是 瘦是一个状态 所以 要 低心じゃ います 痩せています 那 她很胖的话 胖是 太ります 所以 太っています 这个也常常会用到 所以 要学起来 那 第九个 好开心哦 好开心哦 说到礼物的时候 好开心怎么说呢? 答案 那 有没有人说 楽し呢? 楽し是 作物哦 那 嬉し跟 楽し有什么不一样? 嬉し是 就是中文的 有一点像 高兴 所以 就是收到礼物 或者考上大学 那种一瞬间的高兴的感觉 那个时候用 嬉し 那 楽し是 中文的就是 快乐 所以 去旅游 那个时间很快乐 这个时候 可以用 楽し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一下 那 最后 雨停了怎么说 雨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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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停的动词是 阅催 这个是 非常重要 所以 大家一定要学起来 那稍微補充一下 チェンサン怎么说 チェンサン カサをサシマス 也不可以说カサをアゲマス 因为这个动词是比较特别 所以一定要学起来 那最后我跟大家就是通知一下 因为我最近有跟ヨタ合作 开线上的课程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看一下 那就今天的课到这边 拜拜 by bwd6